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姚董 真心话 各位朋友 今天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 兵役延长一年 那当然了 这个话题 已经讨论很多天了 但我看到一则报道 写得特别的难过 六金团的269里的中尉 黄智杰 他这个吉祥的吉 在一个力量的利 这个字念作杰 黄智杰三年前 他在部队 因为可能被认为受到了霸凌 中尉哦 中尉就是职业金人哦 那后来他就亲身了 就自己上吊 各位朋友我在节目上 都理智地讲 1995后 1925 你就是要想想自己的家人 那他就上吊就自杀 他自己在手里 发了一只乌龟 好像被哪一个人 或怎么样 有怎么样的指涉 不知道 三年前家属 他姐姐 就跟蔡英文总统 陈情了 没有用 查下来 后来法院告了 法院也认为说 这是自杀嘛 哦 那怎么办 哦 那就认为说 你 你后来身亡的理由是什么 因病 你心里有障碍 哦 那当然了 这个当然 你要看他是怎么进 哦 但是 我们一个金官 在部队会自杀 那我们还鼓励很多人去 募兵吗 他显然是募兵制 为了 哦 很多因素 当然 报国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嘛 哦 回去当兵 当职业金人 那报国是一个因素 可能 哦 也有可能就是说 因为他一定是读官校 才才会当中尉 那你在 看到了这种新闻啊 你会觉得 哇 金钟 同国记者 红中秋暗 哦 然后或者到 我们以前 哦 像 以前有一个 有一个组织啊 哦 这个组织就 妈妈 哦 关心人 金钟人前的一个 黄妈妈 哦 那 我有时候看这东西 看了都很难够 为什么 因为 孩子 进入了金钟 然后 金钟因为有一些管理 哦 那这管理可能 你一时 你也没办法说 你可以 说到怎么样的管理 马上就打掉回家 或怎么样 或搬救兵 或怎么样 可能就 比较困难一点 哦 不像在社会上 那么容易 但是如果 哦 看到了这样 你就要去深救 因为我们 我们过去在金钟 有个单位叫 关老师啊 哦 那关老师 就关心你的老师 你要是有怎么样 你就打这只 那当然这些年的部队里面 变化很大 我老实讲 我自己是 腰四三拐这一踢啊 我们离开金钟也很久了 现在的金钟跟过去又不一样 过去在金钟 哦 锻炼 或操演 都是比较 不留情面的啦 哦 简单讲是比较严格一点 对不对 那现在当然是没有在 没有在严格心念 没有一个部队在严格心念 哦 你这样 你这样看 哇 谁谁谁怎么样 现在你把兵操死了 那个 那个部队长的责任就变非常大 他这辈子的经理生涯 大概就要停了 哦 所以大家都知道兵也不能操 你操他 他去行死行活 你怎么办 现在就变这样 所以 其实就是一个心态 那另外一个更大的心态就是 今天的兵 到底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也不知道 哦 就是说你到底为谁而战啊 你今天要打仗 你要为谁而战啊 那你为何而战啊 哦 你为什么要去打这个仗啊 是不是 是要保护家园 受到人家的攻击 而起来保护吗 其实也未必是这样 那你有什么作战能力 这是外界大家所质疑的 所以各位朋友 你不要看哦 当很多人 在讲我们的兵役要延长 然后蔡英文昨天 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他说我没有收到美国压力 蔡英文昨天下午宣布 美国在台协委马上战洗啊 哇 对不对 乐于看到台湾 哦 改 改 改正他的兵役政策 然后今天白宫也 发声明了 哦 这个 哦 愿意 哦 看到台湾延长兵役 觉得很很欣慰啊 台湾是美国的一条狗吗 你有时候看这东西 其实看了就是生气啊 哦 但是蔡英文可能自得其乐 这个是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 金钟的问题里面 哦 为什么要从黄智杰中卫来讲 因为他就是一个带边关 那 他为什么反而活不下去 我们过去金钟有什么都 哦 相关的管理问题 为什么一桩桩最后好像都不了了之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问题 好 那 大家就看到了 我们现在社会上一边 因为现在在选举啊 各位都很清楚 现在在选举 哦 那现在 这个兵役也是一个话题啊 话题就是说你各党要有态度啊 对不对 哦 因为蔡总统 他 他放弃他的统帅钱啊 他都给 让立法院去 去审议啊 他自己当三军统帅 也不用像立法院负责 哦 要负责的时候 就找各党地负责 哦 这 当然就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嘛 所以我们看 什么叫负责 吴一龙 哇 穿了 特战部队的服装 然后拿了一把枪 很威风 表示 你们都在讨论军事 兵役的问题嘛 我就穿了一个特种部队 你看我当过特种部队 黄红威美当过 对不对 哇 拿一个枪 好神奇哦 结果被人家发现 你枪那瞄准镜都装缓了 你到底是当什么兵啊 装模作样啊 的确他就是装模作样 他装缓了 他根本不知道 他根本不知道啊 他平常 这些都是 摆破石 今天台湾 台湾其实很 很糟糕啊 我们这几年期整个社会的情况变化很大 在哪里 在于手机的流行啊 我当年啊 第一支手机是报社给我的 报社买了几支手机 说你是重要的记者 我们随时要找你 我为什么重要 因为我跑陈水扁了 那我只跑一个陈水扁 一个人 当然陈水扁是台北市长 那我就跑他 啊报社随时找你 今天李登辉讲了什么话 你问一下陈水扁的意见 就给你下指令啊 那他找我 因为我跟阿扁 东跑西跑嘛 我曾经一天跟他跑25个地点 25个行程 我不是坐他的车啊 我骑摩托车在后面跟他 各位 一天25个行程 我印象就很深刻啊 那平常 十几个行程是平常 几乎都是这样啊 那所以最轻松的就是他在组织会议 他组织会议 我们也不一定能进去 有的可以 有的不行 多数都不行啊 那是我最轻松了 我就在他的办公室里面 听听他这小秘书 你在干什么 所以他们 就想说 我是大管家 那其实我们 熟悉了以后 对很多事情就好 就很容易讲了 就可以 对于他的了解 那当然市长是 的主任是马永成 是马永成 但是我讲这个旗子 最主要是要告诉各位朋友怎么样 就是说 你对很多问题的了解 就是你深入 那这几年的变化就是一个手机 各位朋友 台湾这些年 或国际上 很多年这变化 真的就是一个手机 你今天出门什么都 都忘了带 对不对 手机一定要带 家里钥匙忘了带都没关系 打电话回去给你老妈 我今天忘了带 对不对 甚至你按门银 门银坏了都没关系 变成我们 我们整个 前身所有东西最重要的是手机 已经比钥匙重要了 已经比钱包重要了 因为 手机上面也可以付钱包 你要干嘛都可以 那他的变化变化到什么 变化到现在很多人手机 你看这几年手机的各种变化 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告诉各位 本来手机的功能就是一个行动电话 你找我我找你 我可以打给你 后来就变很多功能了 最简单的功能 里面有里面有闹钟 你现在不必买闹钟 你只要把手机播到几点 他自己会叫 以前还说 要买个闹钟 不然明天叫不行 不用 对不对 你看手机可以调很大声 比闹钟大声 可以 就他的功能 附加了 现在最主要的附加功能是什么 可以照相 可以摄影 那 大概这十年来都在看手机多少画素 他的色彩是不是 很明亮 都在比这个 对不对 那这个比了以后 他就造成一个怎么样结果 所有东西你就要美美的 你要美美的 手机拍了下去 他会帮你美妆 所以这个手机就是好手机 那美美之外 我们台湾很多政府 他的建设 这个不是要实用 新竹很多那个不是要实用 我是要让你们年轻人来拍照 哎呀我到哪里拍照 你看我的背景是什么 各位 这个就是美拍 所以他的概念已经变成这样 这个就转换了很多执政者的态度 你知道吗 你要看哦 这个影响是蛮大的 只是我们不知不觉啊 我们军队里面很多东西 就是要让你拍出来很漂亮 但是重看不重用 就是这样 各位你想想看 有多少建筑 建筑并不是坚固啊 他盖得奇形怪状 因为就会全世界 或者各处的相关的媒体就会来报道 哇你看这种建筑很特殊 是啊 很特殊啊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一个手机改变了我们周抓的环境 改变很多执政者 他的想法 我该动普通的房子 没有人会报道 我要该动很奇形怪状的 或者很唯美或怎么样的 反正要让大家来这边 网红来这边做背景 然后一般老百姓来这边 可以来打卡 这个目的就达到说 哇这地方好美哦 对我们现在变成 改变了很多东西啊 但我讲这个哦 并不表示说改变不好或怎么样啊 当然你能够由此而得到人生的快乐 那也是 可是很多东西是要实实在在的 实实在在是什么 吴宜龙不实在啊 你们都在讲国防 讲兵役延长 我就把我那时候特战部队的 他们这种特战部队 跟我们 跟我们以前当兵也不太一样啊 因为现在兵不能超 你把他超死麻烦了 你超太累 他就叫跟立法委员抱怨 立法委员就把部队的长官 叫到立法院去通骂 32度不能超远 哎呀这种部队 根本也没用啊 我老实讲 30 温度超过32度的部队 就不能超远 怕他们中暑 怕他们闷 会太热死了 热衰竭 这不是好笑吗 你一个精良的部队 就是要把他超到怎么样 要把他的体能吹发出来 我又吹发出来 打仗的时候才能吹发出体能啊 这不是这样吗 要有严格信念 不是吗 我们不是啊 我们要讨好民意啊 简称就是这样 所以一个兵役 讨好了民意 有没有讨好到 好像没有 但是有谁比民意更大 美国人 所以蔡英文不要再收谎了 好那我刚从一个中卫啊 黄智杰这样讲起啊 我其实心里觉得非常感慨 一条对国家热忱报国的生命 就这样流逝了 那当然啦 有时候讲这种东西就感慨非常多 因为我小时候在金门长大 我看很多金队 很多金人的死亡 我们村子里面 有挖人部队 有时候 我们小朋友当然很羡慕 那时候都叫 哇那 全身肌肉这样 对不对 然后海勇 哇这有这么厉害 有时候 怎么哪一个人 几天没有看到他 问一下他同事 那个人挂了 死了 出任务死了 很容易啊 很容易 那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啊 那真正 真正的部队 你应该建立在怎么样 真正的部队说 我们有这个部队 那我们呢 不希望打仗 部队不能一心求战 部队只是告诉别人说 我们家不希望 遭到小偷 但是我们家里装了防盗的装置 我不希望有小偷来 然后引起装置 警铃大响或怎么样 对不对 我不希望 我希望没有小偷来 道理是一样的 我有一些装备 那这些人要很懂得操演 而且要让对方知道说 我们有怎么样的武器 我们懂得怎么样操演 所以你来的话 你逃不了便宜的 就是说这样 那大家因为互相的戒备 或者互相的了解 他就有一个和平的架构 所以所有东西 讲的就是和平 今天有谁在谈和平 没有 今天我们在挑衅 是不是 我们政府在挑衅 光一个小三通 然后政府就不甘不脆 光一个小三通 为什么会停 因为我们政府就把它停了 我们政府没有告诉对岸 我们就把它停了 他们传 人都上传了 大家要过来 有金门那边已经关了 怎么可以这样 各位这个叫 互信吗 你没有互信 你没有互信 各位我讲就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 你的船过去 他的船过来 这个叫小三通 金门到下门到前桌 这个叫小三通 然后金门说我关了 关了里面跟对方讲 这个叫互信吗 没有啊 然后每天指责别人 你敢讲吗 你讲话都比别人大声 所以有时候你看很多东西 小董会会来做反证 今天说你看现在对岸 你看啊 疫情好像很严重 疫情严重有什么关系 你不是讲现在疫情都不会死人吗 现在病毒不会死人吗 那小董你要帮他讲话 我没有帮他讲话 我只是用一个例证来告诉各位 三个礼拜前 中国大陆发生了 有些地方啊 有叫白纸运动的 拿一张纸 然后说哎怎么样 抗议 他们抗议什么 抗议为什么不解封 为什么还在清零 然后全世界都支持 台湾也都支持 台湾所有媒体都支持 然后每天报道 你看人家要求解封 你们中国大陆就木头一块 就绝对不解封 你让人民不自由 哇台湾独派 然后台湾的媒体 大家知道台湾媒体 百分之九十是挺民进党 那网络百分之九十五 那时候我更不用讲 然后全世界一样 哎呀这应该解封啊 你看中国大陆 又有人把他比作什么天安门 好好笑 好那中国大陆说好啊 那既然解封 大家都讲我们就解封了 前天晚上他宣布了 1月8号以后 那我们也没有这些 也不需要再塞了啦 都可以进来 他们也可以出去了啦 哇全世界恐慌 今天所有媒体 哎怎么可以这样 哎呀各国 日本要求大陆来的人 我们一定要要求他有 要是安全的 要加强什么检验 什么什么 要求支持白纸 运动解封的 也是你们这批人 现在把人家 说的都 都凄惨 对不对 环境多么可怕 也是你们 那你们 永远都是你们对啊 对不对 我讲一个简单道理 我在讲一个简单道理啊 那到底 如果他现在没有解封 那中国大陆 是不是 就没有这么多的确诊数 啊你现在要求他解封 他也解封啦 要求你们整个自由世界 你说人家不自由嘛 你们整个自由世界 美国英国欧洲日本 甚至台湾各都 中国大陆不应该再坚持清零嘛 怎么可以这样 这样人民不自由嘛 好 那他们现在开放了 开放 开始有人感染了 他怎么让那么多人感染 哎呀那个 对不对 这里也感染 那里给人 哇现在还估计 他们都估计啊 说到二月会有 四亿的人确诊啊 今天媒体都登出来 啊会有四亿啊 现在有多少亿啊 怎么样 那当然时间还没到 现在才十二月 就开始讲 中国大陆 哇确诊都严重啊 世界经济会受影响啊 世界经济受影响 这是美国 美国的布林肯讲的 哎呀 我们全世界会受 中国大陆这样开放的影响 啊三个月前 三个礼拜前 我们选举结束嘛 三个礼拜前 不是你要求他们开放的吗 啊现在开放 有时候你开放会影响我们经济 那你过去经济好 是因为大陆不开放嘛 啊大陆不开放也被你骂 啊开放也被你骂 各位小董讲新闻 就是这种嘴脸啊 就是这种态度 我告诉你 我会回来反正嘛 各位谁有办法反驳我 谁有办法反驳我 开放也是你们美国 欧洲 台湾 你们各处的人讲的 啊我开放以后造成的后果 也是你们讲的 中国大陆本来就是要开放 会有这样的后果 所以他跟你们讲 我们是要清零啊 你们说不行啊 你这样跟世界 没有结合在一块啊 啊我开放你又说 你在破坏世界的吃戏 让世界大家都很害怕 会被感染 啊我为什么要开放 因为你们全世界跟我们讲 我们自己也知道 说现在的病毒叫做 根本不严重啦 都不太会死人了 跟感冒一样啦 不是吗 啊我开放 那你那你们现在又 哇哇叫 你们不是说跟 跟感冒一样吗 是不是 所以什么嘴 都是这些人在讲 我那我 我是 一个评论员 有人称我们这个行业 叫做名嘴 我可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我 我是有逻辑的 我是有 有一些思考的 我告诉你 都在胡说八道 白子运动 你可以看所有人那个 对不对 我说那白子运动被夸大 夸大到好像说 哇那些人出来 哇 骂 痛骂习近平 要求民主要什么 不是嘛 他只有要求开放 不要再清零了 因为他们也看到 国际的情况 很多国家都开放了 那大家讲的活灵活现 是真的吗 哇美国说 都美国在出主意 最好笑 你知道美国死了多少人了吗 确诊到现在 没有人知道吗 怎么会不知道 我有注意到 我们在讲这东西 其实也没什么好 好那个 美国已经死了 111万 6000多人 111万6000多人 中国大陆现在不知道 但是没有开放 之前啊 中国大陆死多少人 5000多个人 那这一波 当然会有一些人死亡 那大家来看 那中国大陆 你说他 美国有3亿人口 他有多少人确诊 我给各位精确的数据 1亿 1亿 又224万人 3亿人口 有1亿 又224万人 确诊 全世界确诊数最多 死亡数最高的美国 再指指点点 教别人怎么防疫 然后告诉大陆说 我们可以帮你防疫 我们可以怎么样 是 你死最多 确诊最多 都全世界第一名 然后你在讲这个话 有公信力吗 是不是 所以我是有一个疫情 来告诉各位 你们有时候看的新闻 其实很不正确 而且你们顺服了各种媒体 都是讲 就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好 谢谢 董哥要不要先讲一下 今天有什么行程 我两点来去上 那个新闻大白话 宅宪主持的TVPS 然后今天晚上我上了 绍康战情室 新闻大白话跟绍康战情室 是是 好 那我们今天从柯小姐开始 是 谢谢柯小姐 菲律宾来的柯小姐 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谢谢柯小姐 你铁人 是是是铁羊子 不错 谢谢 加油 来了吴昭仪 吴昭仪我刚才中狂 他也来赌念我 非常谢谢昭仪 昭仪来自新竹 非常感谢 然后爱丽科斯 like 他也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谢谢爱丽科斯 很感谢 B 14789442 谢谢 他也说董哥 请问台湾人 爱做官的 言语要怎么样 念做官 台湾人人念做官 这个就是台湾人 然后爱钱爱做官 好 然后董之胜 谢谢 那个董哥 小编武安 台独已经美国会帮忙摆台 其实是不会 台湾是美国马前竹 没有错 就是这个道理 谢谢温森旺 谢谢温森旺 就是世界最重要就是和平跟争议 没有错 是 我们其实追求的是和平 不是战争 很清楚 谢谢杨峰 谢谢杨峰 不要害你的政府 不要 不爱和平的政府 应该被下架 没有错 是 谢谢杨峰 讲得真好 然后秉隆 谢谢宋秉隆 给我们朵内 没有留言 是 谢谢 然后陈邦寡人 陈邦寡人来了 他从新加坡 他 朵内我 他都以前当过两年半的兵 对 当兵可以写到很多家里写不到本事 的确是 谢谢 不要怕当兵 谢谢 然后Tim 对 HS 是 谢谢Tim 谢谢你给我们朵内 非常感谢 中山北松山 谢谢 我们准备回现场 是 刚刚 我们留言板上 他讲到了 中山跟北松山 其实就是一场选举 那当然 大家也看到 王文威 立战 民进党的吴亦龙 这两天的兵役问题 吴亦龙就PO出了 他在特战部队的照片 拿了枪支 很鸣鸣的 很鸣鸣 鸣尾的这样站着 结果有人说 你那枪支的 枪支的瞄准器装缓啊 好不好笑 这个就好像一个政治明星 站在 站在舞台上 接受大家欢呼 然后小董是一个记者 小董说 市长市长 你那个拉链没有拉 然后赶快淹着 赶快冲冲的 赶快拉起来 简单讲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拉链没有拉 是你不小心 枪支装缓是你根本不懂 这把枪你根本不懂 你是拿好玩的 对不对 拿好玩来照相 是不是这样 如果这把枪你是熟悉 你对枪支很熟悉 你一看就知道 这瞄准器是装缓的 表示你完全不知道 你是装模作样 所以我在前段为什么讲 很多人都是为了美拍啊 为了打卡 现在我们整个社会的形态 变这样 政治人物 我要盖几栋建筑 我盖十栋很坚固的建筑 运动中心 没有人会报导我 我只要盖一栋 造型不一样的 譬如说我这造型 像一把小提琴 全世界媒体是会来报导 会啊 然后大家来这边美拍 哇 全世界最大的小提琴 是一栋建筑物 譬如这样讲 譬如这样讲 那大家就来拍啊 哦 这个好看 哇 有造型啊 对不对 有造型啊 你要拍教堂 你不如去拍那个教堂 高跟鞋教堂啊 是不是 有造型啊 那他是不是实用 什么样的房子最实用 方方正正最实用啊 本来就是方方正正最实用 这个就叫房子的隔击啊 你几个房间 每个房子至少都是 都是正方形或长方形嘛 对不对 就会这样 那你的空间利用 也就比较合理吧 是不是 所以简单讲 我们现在都在做美拍的 做让你打卡的 吴依隆就在表演这个 哦 赶快打卡 赶快 你看 然后你看 穿得很帅 你看拿了一把枪 结果枪装环了 报告依隆 你的拉链没有拉 就好像我刚刚在调侃市长这样 对不对 那市长可能忘了啦 你可能是 你对这把枪完全不熟悉 因为你就是 装模作样习惯了 简单讲就是这样啊 好那各位朋友 其实在台湾 我们很多事情 事情 发生的时候 大家敲锣打鼓 比如说 周一扣 哇 讲张淑坚怎么样怎么样 张淑坚9月26号去告他 告完了以后 没有 就没有新闻了 那检察官呢 检察官 周一扣不能办 周一扣是自己人 是我们利盈的那个 对不对 彻翼不行 不能办 所以没有下文啊 没有下文 然后检察官呢 同样的台北地研署 我已经讲好几天了 帮高宏安 哦赶快来哦 高宏安你看 啊他做了这个事 做那个事情 交给谁 他把所有资料交给 静 静周刊啊 各位 我讲这个哦 你会觉得说 检察官得罪不起啊 对不对 他整你 你就只有被他整的混啊 他整马航九 马航九就只有被他整的混啊 大家看以前检察官 不是这样吗 黄毅仁检察官不是把资料都交给静周刊 是不是 黄毅仁升官了嘛 山中案资料交给 静周刊 每一期都 卡不死都 马航九又讲了什么 马航九又被录音的东西又讲了什么 录音的东西都在检察官手上啊 为什么就在周刊手上 高宏安的东西都在检察官手上啊 卢毅仁 欸 珊珊 卢毅仁 你有什么不回答 我已经质疑你好几天了 为什么 被你扣在手上的东西 都在静周刊登出来 你们这些检察官 就是 该对外罪 做一些讲法跟解释吧 没有 我才不理你 你也没办法证明是我泄露的嘛 那东西在你手上不是你泄露是谁 我们执疑啊 啊 不是我 不是我 是啊 我们的检察官就是这样啊 台湾检察官哦 小董看透透了 因为我常跟检察官在接触啊 因为我被告嘛 但是哦 但是你看一看 我们 我们整个司法体系 司法体系是属于民进党体系啊 民进党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的检察官完全听命民进党 民进党想去 想去伴随他们就去伴随啊 不是吗 要你办林治庙 他就办林治庙啊 办马航九就办马航九啊 对不对 大家看嘛 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啊 然后法官再配合 配合你就完蛋啊 大家大家看 民进党要拜托你 要干嘛 是讲得很好听啊 你看长沙台商会的会长林怀啊 民进党想说 家属要求 李明哲在大陆怎么办 家属不能见怎么办 哎呀 没关系 他在他在湖南嘛 湖南 我们有个台商会的会长 我们请他帮忙嘛 看他跟对方能不认识嘛 有没有怎么样 林怀帮了很多忙啊 李明哲的太太 可以跟他老公会面啊 李明哲现在也回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林怀 说你林怀哦 发动啊 帮韩国瑜买票啊 只要票投韩国瑜的台商 我林怀出钱让你们回台湾 机票钱我来出 这个叫买票 啊请问有哪一个人被买票 你讲的活灵活现 判他有罪啊 一审三年十个月 二审三年八个月 两个月 那我请教一下 我请教一下 你现在讲犯罪嘛 他犯罪嘛 有哪一个人 有哪一个人拿到 免费的机票啊 这免费机票是 林怀后他的台商会 帮你出钱的 有哪一个人嘛 你总要讲一个人啊 没有 我们就是要办他 因为我们要要 对不对 因为他是台商啊 台商就可能支持国民党 就可能跟共产党熟悉啊 什么可能跟共产党 他跟共产党当然很熟悉啊 他跟共产党不熟悉 你会拜托他 去安排李明哲跟他家属会面吗 你知道他很熟悉 然后现在购和差强要办他 然后又判他有罪 这是什么政府啊 因为我要办你有罪 我要讲什么 讲哦 你们很多台商 都跟共产党合作 都在帮国民党买票 帮韩国瑜买票 结果办了半天 只有他一个人有罪 各位这是什么司法 民进党能信吗 民党政府跟你说 哇 那个林会长啊 林怀大哥 拜托啊 这个 家属每天来我这边哭闹 对我形象有损害 我选票就会流失啊 对不对 那没关系 你跟 你在台 你在那边经商 你跟共产党熟 你就帮忙我们讲一下嘛 还让他家属可以那个 会面啊 也做到了 每个月都去啊 每个月都会面啊 会了以后 购和拆桥 各位这是怎么样的党 这是怎么样的政务 这是怎么样的司法 司法完全在帮民进党服务啊 民进党说我们把这个人 你看 他都有办法去安排 李平泽的太太跟他会面 表示他跟共产党太熟悉 这种人非办不可 你需要我的时候 就说你跟共产党熟悉 啊你要找个人来素威的时候 就说因为他跟共产党太熟悉 他 他帮韩国瑜买票 他将来可能就会卖台 所以就要法办他重一点 这就是民进党的态度啊 是不是 我们现在司法 干验做这个啊 一直在做这个啊 各位看了很气对不对 是很气啊 可是帮民进党的这些检察官 法官通通都升官了啊 通通升官了 我在节目上讲很多次啊 你不是升官吗 梁光宗你不是因为办马很久 卸命案升官吗 升到宜蘭变主任检察官吗 啊主任检察官你现在办林之庙 你就对他特别感兴趣 你只要传信够的东西 第二天自由时报就登了 好厉害哦 那你县长官底一收再收 有道理吗 你要收到什么东西就收了啊 为什么 因为我要营造一个这个县长贪污 贪得很厉害哦 所以哦 我检察官每天都来啊 然后要让媒体来报道啊 对不对 就好像陈淑莹检察官 那时候办好龙斌 民国99年 做好龙斌的秘书长 好龙斌那时候在寻求连任 好龙斌的秘书长杨喜安 在新生高教桥这个案子 绝对有问题 带一堆调查员 一堆记者 然后进入了台北市政府 搜索 哇媒体一拍 你看好政府都在贪污啊 连他的 连他的幕僚长 新副啊 杨喜安都被检察官来收了 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为了嫌疾啊 但是我做这个动作 你伤害就伤害到了 陈淑莹最后有没有升官 有啊 升主任检察官啊 杨喜安有没有被起诉 没有啊 因为收不到东西啊 政绩不足啊 都是你在讲的 新生高 杨喜安有问题吧 没有连起诉都没有啊 一个 你去搜索人家办公室 带着媒体 在那边拍 对他伤害都大 对好事务的打击都大 那最后呢 我连起诉书都没有起诉他 各位朋友 这叫什么司法 这叫做表演 大家都在表演 你知道吗 要企业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执政 大家好处就来了 我们的检察官是 是归水管华务部长 华务部长叫蔡清祥 他也是检察官出身的 太好了吧 邱泰山 陆委会主委 也是检察官出身的 邱泰山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人 非常可笑 他台商 不准走小山通 因为他前两天规定了 说只有 只有金马民众 台商要回来过来 不准 不准抖 你们 自金门人 遗何地 我听得好好笑 邱泰山让人看不起 你知道吗 他太太是个法官 推下来 两个都在亚洲大学 教法律 真好笑 好笑的不得了 他说如果台商过来 在金门生病 金门的医疗 负担不了 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负担不了 根本不必负担 为什么 台商坐小山通 船进来 专车 送到机场 机场专机 送到台湾 他连脚都不会 踏到金门的土地 和金门的医疗 有什么关系 这个就是 人道的一个管道 我们过去台商 从桃园机场回来 也是类似的方式 不要再拗了 这些人 没肥没脈 好谢谢 我们刚刚念到 TeamHS 是 TeamHS 是 那他讲 其实就是 我刚刚讲的选举 然后谢谢道洋 非常感谢道洋 他引用说 台北地研署 讲山中案 没有错 那其实各位朋友 我把检查官名字 道洋也把它 把它弄出来了 就是我写过 我其实 我觉得说 我们要讲 检查官不要讲的那么笼统 我就告诉你 他叫什么名字 那你看台湾 所有的媒体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 都跟检察官 法官勾结 他们要是一件 脏的事 不好的事 他会写 北检 北检哪个检察官 你要把它弄出来 北检也有好的检察官啊 对不对 为什么这些媒体 因为他们互相勾结 他企业这些检察官 检察官你干了这坏事 我没有写你名字哦 那将来就说你看 就 就有一个恩情在里面了 那将来 他们的老板 或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 有这个案子 就去跟检察官官说 张检啊 这个人是我表弟啊 这个 不起诉 就来这一套啦 我告诉你 最可恶在这里 好 谢谢道洋 谢谢 好 谢谢 好 好 喂 只要五官密集了 整个人就都变亮了 现在我的人员变好了 拜访客户也更有自信了 让男人有魅力 让女人更美丽的脸部企业形象 长虹诊所杨志贤院长 明天晚上八点 全命uncore节目 欢迎准时收听 欢迎小总真心话 其实我们知道 现在台湾 因为这次选举 他一个很大的议题 造成民进党败选 就是民生涨价 这个其实让老百姓感受很深刻 那另外一个就是 民进党阻挡疫苗 政绩明确 所以陈志东落选 影响到整个民进党 所有的地方 各位不要小看 那当然在民生里面 我们很清楚的 小总这边要亮一个口波 这是一个基金资信的观测站 提供听众朋友一个信息 基金理财商品 深受投资人的欢迎 基保结算所建制的基金资信观测站 基金资信观测站 他整合了境内的基金资信 并持续提升辅助投资人 进行基金交易 决策的相关功能 以视节化 图像化的资料呈现方式 让投资人容易了解 也更容易阅读 想掌握基金市场最新动态 请上基保结算所基金资信观测站 那我们知道 基保结算所 那他们有这个观测站 对很多人是很方便 各位朋友 其实有这小总在讲心 我都很感慨你知道吗 因为前几天 骑车就经过了 我过去再介绍一家吃的 万华在中国时报旁边 中国时报是我的老同家 我就顺绕会 有时候故意车子绕过去 就看一眼 他们跟我讲说 那你过去介绍 那家炒饭不做了 我说阿龙吗 他说对啊 阿龙炒饭 我过去再介绍 那当然了 各位朋友 很多地方 我们会把信息分享给 周遭的朋友 或者我的听众朋友说 哪一家炒饭不做 哪一家小吃怎么样 所以很多人说 小董你最懂吃 没有我不是懂吃 其实老百姓的嘴 他会叼 老百姓是很敏感 跟生活相关很敏感 有涨价 我马上知道 阿龙为什么要关店 你知道吗 他说 我如果涨价的话 我对不起那个 可是我不涨价 我 我卖越多 亏越多 我根本就不想涨 龙非凤武的龙 各位朋友可以上网查一下 阿龙 我在节目上推荐他很多次 其实台北 因为台北吃的我熟悉 所以我常在介绍一些小吃的 那也有一些热心的朋友 说我们把你 做 讲的东西把它做成一个 美食地图 其实没有啦 就是 有些东西是要分享 小董的想法 跟大家分享 小董吃够的美食 也跟人家分享 那我去 去讲的这东西 我可没有说人家好处 说人家请我干嘛 统统没有 我统统没有 那我们钱招呼 只是 我的警觉是从哪里来 你有办法说从南到北 都去 每家都去吃吗 没有 其实我只有一个标准 这标准是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我骑摩车嘛 我骑摩车看 这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现在应该不用排队买口罩 排队买测剂嘛 对不对 那现在在排队什么 其实这三十几年来 我只要看到排队 我摩车就会靠过去 看什么 这些家是什么店 人民 大排长龙的店 老实讲 百分之百不会错啦 不好吃它排队干嘛 会排队表示好吃 我宁愿排队 对不对 这是一个观测指标嘛 我做记者 我也有很多观测指标 吃的这个就是一个观测指标 那你在新闻上 你官员也要藏的东西 我又要看 这东西肯定有鬼 不是有鬼 就是里面有秘密 你要有个大的计划出来的 我常也是写出一些大的 或人事案或什么 对不对 过去我跑独家新闻是很厉害的 那马航酒每天都在还我 马航酒从来没有给我过一条独家新闻 每天都在还我 知道我有独家新闻 他就要去破解 什么去破解 他这东西你知道 他就告诉所有媒体 让你独家不成独家 马航酒就这样干了 我不骗你 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一条独家 他每天在还还我的独家 那他手下那些人有在还还我独家 尤其那个姓金的那些人 防范你独家为什么 给你独家好像只有独独对你好 其他对我很不好 连请我吃过一顿饭都没有 一个便当都没有请过 但我对他是很好 唐湘龙常常讲说 马航酒在新闻界只剩两个朋友 一个唐湘龙一个董之生 没有湘龙你还不够格当他朋友 像我们这种朋友 每天被他残害才是朋友 真的就是我独家新闻 有时候我要部署非常久 我们外面有多少人卖 这东西差不多成熟了 成熟我进一步要去巩固 这个新闻的时候被他发现了 他们就去宣布给其他人 有时候更差劲了 他就告诉你 那新闻先不要写 我过两天告诉你 然后他去告诉别人 让别人去跑独家 恶劣到这种地步 你知道吗 我不骗你啊 就这样搞 但是我有没有那个 没有 因为这是我们新闻文上的恩怨 政治上 这是我当然主张 两岸要和平 主张要有九二公事 有九二公事 有什么都好谈了嘛 现在民党就是不承认九二公事 可是他又要一直希望说 能够跟中国大陆有官方的对谈 中国大陆说 我们过去两岸 有九二公事已经确定了 你民党 背弃了过去 对不对 过去台湾当局 你过去的承诺 你要背弃的话 那没什么好谈了 因为 因为我们跟你谈了 你不会认账啊 你今天跟我讲的都好听 你将来都不会认账 你就是渣男嘛 在他的眼中 你就是渣男 因为你不会认账嘛 民党说那是马航九 你正如是言细的 他马航九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你正如是言细 那你要改变 你要改变 那所有东西就改变了 就没有了 简单讲 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 其实看到 在台湾他的凶险 台湾的凶险就是 自己去找来的 很多事情 你稍稍用点脑筋想都知道 你说供机绕台 七十几次 小董你都不讲 这有什么好讲 我当总统 他就不会来绕台 你不相信 你去问独派的人 如果今天马航九 还在当总统 供机会绕台吗 他一定讲不会啊 如果马航九 还在当总统 石斑尼进不了大陆吗 不会啊 怎么会 独派一定这样告诉你啊 水狗 还是不照样进大陆 是啊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东西好讲嘛 有很多东西好讲啊 有九位公司基础啊 这事情 你们台湾这个 这个弄好一下 不要在那个 好就过去 对不对 本来就是这样啊 本来就是这样啊 你现在 譬如说像我骑车 戴安全帽 安全帽如果 扣环没有扣 照样当作没有戴安全帽 花五百块 你今天冲出房没有扣 出门 警察 来来来来 你 你安全帽 安全帽我有戴啊 你没有扣啊 没有扣 形同没有戴啊 是不是 是啊 那警察呢 那 对不起 警察先生 我今天很 冲冲出房 我自己都没注意到 好 没关系 你扣好就好了 他没有开你罚单 这个就是两岸关系 你懂不懂 你就扣好就好了 我也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嘛 对不对 我也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那我做警察的责任是干嘛 是要保护你的安全啊 你扣起来就好了 因为你是疏忽嘛 我何必要恶意的故意去罚你 当然我罚你 你也没办法 你也不敢伸张啊 对不对 这是一种 一种就是 就是大家两方面 都是很正确的态度 警察不是以开你罚单 为乐的 警察要提供 所有行人是安全 然后要安全你就要 大家都要遵守交通知系 这是交通知系 道路 交通 管理处罚条例的 一个罚则嘛 但是这个我不一定要罚 我告诉你 你赶快扣子扣好 为了你的安全 我不是哇好爽哦 抓到你 你没有扣 我可以罚你五百块 不是嘛 两岸关系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两岸关系就是这样 很多东西 不管你 跟其他国家的外交 很多东西也是这样 他就是 就是有些东西 又可以议会 又可以 就这样从今发漏了 就过去了 他不是 库立嘛 他绝对不是 库立说 我一定要拿你来怎么样 来祭旗 来怎么样 一般人不会这样 可是你如果 搞到兵容相见了 搞到大家很不愉快 那照规定来嘛 对不对 他 我老实讲 我们在 整个政府的处理态度 或在整个人跟人的交往 你完全要很清楚 但是你不要把别人都当作 别人也是笨蛋 绝对不是的 现在 选举要到了 各位朋友 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 十天前 因为 接下来可能会有 王宏威或者吴怡龙的各种民调的公布 但是民调十天前不能公布 我要提醒你一下 那他是1月8号投票 所以1月8号往回推的话 你明天以后最好不要再讲 有关民调 谁赢谁 因为很多朋友 很关心 险情喜欢讲 那我在这边 就提醒大家 我们 当然 大家也知道 要让民进党一败再败 所以吴怡龙 一定要被打败 可是你要怎么去帮 王宏威他拉票 因为 这边的投票率一向不高 如何提高投票率 才是关键 今天谢谢收听 谢谢 董哥我们还有一些斗内要念完 是 谢谢 董哥您叫道阳 是 谢谢道阳 道阳引述了 我的好一篇文章 我把简单官名字都写出来了 那 朱金刚 谢谢金刚 是董哥 他说 满朝没有一个好官 没有错 金刚讲得太好了 然后 Steven O 是 谢谢 他说支持真心话 非常感谢 谢谢 然后雅仙 姜雅仙谢谢 他没有留言 雅仙也一直给我们支持 谢谢 好 谢谢董哥 谢谢